好,接上个视频,我们就这样一直这样开始勾短针 在每一个针目里面给它勾出来 两个短针 我选的这个颜色,它放在这里有点反光 就像我手一动,它就来回的反光 可能是看的不太清楚 大家勾的时候稍微慢一点啊 好,现在呢,我已经把这里从斜后跟开始一直勾 勾到这个记号扣的位置了 勾到记号扣的位置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记号扣给它取下来 取下来之后,大家看清楚 我们这里就开始要换针法了 我们绕线 然后脚后面的半个辫子 然后绕线勾出来 我们勾长针 绕线,勾针拖过前两个线圈 然后再绕线,勾针拖过后两个线圈 好,这样就完成了一针长针 我们再绕线 在下一个针目里面勾长针 再绕线 在下一个针目里面 勾长针 好,我们一直勾长针呢 不加不减的长针 勾到这个记号扣的位置 一共勾出来11针长针 勾出来11个长针 好,到最后一个记号扣这里呢 我们取下这个记号扣 然后在这一针里面 再勾上一个长针 勾好之后呢 我们这里斜头这个位置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就到下一针里 直接给它穿针 勾短针 勾短针的时候 大家记得不用绕线啊 然后呢 我们下一个针目里面 也还是勾短针 在下一个针目里面 勾短针 就这样一直勾 勾到最后的位置 勾到斜后根的位置 大家自己动手勾一下 然后这个中间啊 我就不再等着大家了啊 好,现在呢 我已经勾到最后了 我们这里第一圈是比较简单的 我已经勾到最后了 然后呢 我们跟第一针 这里看一下 这里是第一针短针 上面的针目 给它调两根辫子 然后勾线出来 我们给它引拔 引拔好之后 我们第一圈就结束了 看一下 这个第一圈就结束了 然后呢 我们绕线 立一个起立针 然后在同一针的针目里面 再勾出来一个短针 这就是第二圈的第一针 大家新手的话 可以在这里做上记号扣 因为我经常忘了 然后大家记不住的话 就做上记号扣 找不到的就做上记号扣啊 看一下扣在这里 这仓面的两根辫子上 然后呢 我们开始勾 下一针 勾一个短针 再下一针勾一个短针 然后我们在第四针上 勾一个短针 不合并啊 看一下 然后在第五针上 再穿针绕线 勾 短针的未完成针 我们勾了两个未完成的短针 这样一共三个线圈 然后绕线 一次性脱过 好 现在就是剪掉一针了 斜后根我们剪掉一针 这样几个就不容易掉斜 然后呢 我们在下一个针目里面 勾短针 然后在下一针里 勾短针 下一针 勾短针 勾到哪里呢 勾到我们刚刚勾 长针 这个是长针的位置 然后长针右边两针 往右数一二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做上记号扣 在这个地方 等一下勾到这个位置 就停下来就可以了 然后中间的这些 这个区域呢 都是勾短针 然后大家自己动手勾一下 我们下个视频 开始讲斜头的勾法